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在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入字 吃入的入 入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入四声入 入入四声入 它的语音是念肉 入欧肉四声入 肉也可以写作右边的这两种字体 肉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字 所以我想仅就较为特殊的意义或用法 来加以介绍 骨肉是比喻血统关系最为接近的人 如父母 儿女 兄弟 姐妹 因为都是分字同一身体的缘故 肉体是在哲学上跟精神相对的名称 属于是属于外在的物质的东西 反之不耗学的 虽然说生存在世上也只不过是一句行尸走肉罢了 肉 肉并不是陷于动物的肉 植物中的瓜果除去皮和之外 其可食的部分也叫做肉 如瓜肉 果肉 肉也可以用来形容人的感觉 如对某件事物使人有点难堪的感受 就可以说 想起来就肉麻 肉好一词 则是指声音红美 在礼记乐记当中说 宽裕肉好 顺成合动之音作 而名慈爱 是说 音质宽广风裕而红美 并且顺畅的 温和而动人的演奏出来时 人民就会感到无限的慈爱 要提出来的是 肉字它一共是六笔 中间是两个人字 但是如果说写成中间这样的字形 而又把它当作字的一部分的时候呢 就应该要跟右边这个月亮的月字 有所区别了 像姬 未 记 智 这四个字是从肉 福 有 望 是从月 肉跟月 它其中的分别是这样的 肉的中间是点 挑 或者两短话 跟竖笔之间没有空隙 而月字呢 则是平行的两短话 而且是不跟竖笔相连接的 特别提出来 给您做一个参考 今天节目就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